总观天下妙事 横贯古今奇闻 欢迎来到古时那些事 我是主播小可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支持 公元1527年的3月16日 墨沃尔帝国的开国君主巴布尔 在印度阿格拉城附近的坎努村与拉杰普特人进行决战 这场战役最终以巴布尔的胜利告终 在战争爆发前 巴布尔在战前演讲中宣布自己要戒酒 随后巴布尔便砸碎了自己的金制和银制酒杯 将那些酒杯的碎片分发给穷人 并且鼓励自己的大臣和士兵们也开始戒酒 我把所有的酒杯集中起来 金杯 银杯 精美绝伦 当场将其全部捣毁 从酒中解放了自己的灵魂 上面的这段文字是巴布尔决定戒酒后 创作的一首诗歌 那一年他45岁 已经成为印度最强大的国王 在巴布尔的家乡 中亚河中地区 许多贵族都非常喜欢饮酒 或许是受蒙古人的影响 帖木尔的后裔也非常喜欢饮酒 巴布尔曾在《回忆录》中记载过许多贴木尔帝国的贵族 以及蒙物尔贵族终日沉迷于酒精 而巴布尔是20多岁才开始饮酒的 当他被西班尼汗赶出中亚后 过上了流浪式的生活 在那段时期 巴布尔开始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不过巴布尔虽然喜欢饮酒 但是他和其他患有酒瘾的中亚贵族不同 性格多愁善感的巴布尔 在醉酒之后常常会后悔自己饮酒的行为 并且不止一次地想要借出酒瘾 在《巴布尔回忆录》中 曾生动地记述过巴布尔组织的一场酒局 那是1519年11月14日的早上 巴布尔在视察完巴娇尔要塞后 便决定要在要塞附近的一个山谷中进行饮酒 于是巴布尔便命令自己的部下塔尔德伯克前去寻找美酒和食物 当塔尔德将美酒和食物带到巴布尔身边之后 巴布尔手下的两位名叫哈斯木和沙赫扎德的部下也加入了这场酒局 他们四个人坐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山坡上准备饮酒 就在这个时候 塔拉德提到了一个名叫布尔布尔·安妮卡的女人 并且声称这位女子也想加入巴布尔的酒局 而安妮卡可能是当地一位比较爱喝酒的女人 在此之前 巴布尔从未和女人一起喝过酒 为了见识一下 这位安妮卡究竟是什么样的女子 巴布尔决定邀请安妮卡前来参加酒宴 而这场酒宴因为女人的到来 气氛也开始变得欢快起来 巴布尔的心情很好 他还邀请了从山坡中度过的一位苦行僧 以及一位挖坎尔井的工人加入了酒局 不过巴布尔并没有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他们 在饮酒时说了什么 总之 巴布尔认为这场酒局十分完美 并且对于巴布尔来说 是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的一场酒局 或许在巴布尔组织酒局的那座山坡上 那位挖坎尔井的工人 谈起了自己心爱的卢巴贝琴 苦行僧开始向巴布尔等人诉说自己的经历 而已经微信的安妮卡 则伴随着琴声跳舞助兴 当然 这只是笔者的幻想而已 那场酒局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有巴布尔等人才知道 当这场酒局结束后 巴布尔和他的六个酒友 前往塔拉德的家中继续饮酒 他们一直透饮至深夜 已经喝酒的巴布尔在晚上九点左右率先离席 前往隔壁的房间休息 到了深夜的时候 隔壁房间的酒局也开始散场 巴布尔也已经熟睡 就在这个时候 安妮卡突然走进了巴布尔的房间 安妮卡的到来 惊醒了正在睡觉的巴布尔 但是巴布尔并没有理会安妮卡 因为她想看一下 这位已经喝醉的女人想要干什么 当安妮卡走到巴布尔的床边后 便醉醺醺地开始用言语来调戏巴布尔 安妮卡叙叙叨叨说了很久 她的话巴布尔都听到了 但是她却不为所动 仍然假装自己在熟睡 当安妮卡试图喊醒巴布尔的时候 巴布尔则装作自己已经喝醉 并且开始胡言乱语 而自讨没趣的安妮卡 最终离开了巴布尔的房间 巴布尔则认为自己的机制摆脱了这位醉酒的女人 而巴布尔之所以要拒绝安妮卡 可能是因为巴布尔并不喜欢安妮卡这样的女子 也有可能是巴布尔当时确实已经喝醉 但是更大的原因 应该是巴布尔并不太喜欢女人 巴布尔的回忆录中 很少详细记述过除家族长辈之外的女性 甚至连她的正妻卡丽达都很少提起 但是巴布尔却给一位名叫巴布里的年轻小伙子写过情诗 并且表示自己和巴布里才是真爱 巴布尔有一段不愿回忆的往事 巴布尔在11岁的时候失去了父亲 随后便继承了父亲在费尔干纳的王位 虽然他当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但是却已经有很大的野心 他两次夺取天穆尔帝国的首都萨玛尔汉 但是两次都被西班尼和他的乌兹别克军击败 让巴布尔非常心灰意冷 而沃墨尔帝国的建立完全是机缘巧合 巴布尔本身并不太想前往印度发展 他想要恢复天穆尔帝国的荣光 想要在自己的家乡中亚收复先祖的领土 到了公元1510年 波斯皇帝伊斯玛尼一世 在牟夫城击败了西班尼的乌兹别克军 西班尼和他手下的乌兹别克贵族全部阵亡 当时天穆尔正在印度北部征战 在得知西班尼的死讯之后 十分高兴 认为自己终于可以重返中亚了 但是他的这次重返中亚 却成了他一生最不愿意回忆的事 伊斯玛尼一世在战胜西班尼之后 将巴布尔的姐姐送回到了巴布尔的身边 他的姐姐在十年前被迫与西班尼结婚 巴布尔趁机向伊斯玛尼一世赠送礼物 并且成功与萨菲帝国结盟 伊斯玛尼一世还派出一支波斯大军 前去帮巴布尔打击乌兹别克军 让巴布尔重新占领了萨玛尔罕和布哈拉 当波斯大军和巴布尔的军队 进入萨玛尔罕和布哈拉之后 这两座城市开始变得风声鹤唳 因为这些城市的军民大部分都是逊尼派 而伊斯玛尼一世的波斯军队是什叶派 因此当地军民认为是巴布尔和什叶派波斯人勾结 想要毁灭逊尼派的城市 此时的巴布尔也嗅到了危险的气味 他在布哈拉送走了波斯大军 但是他已经无法挽回局面 萨玛尔罕和布哈拉的军民 已经对巴布尔丧失信任 他们高喊着要把巴布尔赶出中亚 就在波斯大军刚刚离开中亚之后 乌兹别克人的酋长奥拜都拉率领军队卷土重来 他前往一处贴木尔大地曾经拜访过的圣人陵墓 发誓说如果能够战胜巴布尔 自己以后就会严守教法 从灵墓离开之后 奥拜都拉和巴布尔进行了一场大战 四周城市的军民大部分都支持奥拜都拉 将巴布尔的军队打得全军覆没 导致巴布尔在惨败之后被迫离开了中亚 这些的失败对巴布尔打击很大 虽然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曾被两次赶出萨马尔罕 但是这一次他却彻底丧失了 萨马尔罕和布哈拉居民的信任 他已经没有脸面再回到自己的家乡了 在反省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便率军前去征服印度的土地 并建立了莫沃尔帝国 而萨马尔罕那座令他魂牵梦绕的城市 却与他渐行渐远